口一哥赵一祥空降华府 引发外交部长吴钊燮是否任人为亲的争议 但其实在赵一祥之前 吴钊燮的另一位新富大将吴志贤 早就先来到华府 吴志贤是清大外交系毕业 还是前第一夫人吴淑珍的好友罗太太的女婿 她曾通过外交特考 并以一等秘书身份担任政治组副组长 虽然有一定的外交历练 但升迁过快还是引发议论 另一位被吴钊燮安插的还有萧顺文 她曾是民进党驻美代表资深专员 后来转进外交部 再进入驻美政治组担任资役 如今政治组里十名成员 就有三位是吴钊燮的人 赵一祥坦言推动蔡英文总统访问华府 难度很大 但不代表完全不可能 前总统李登辉访问康乃尔之前 又有谁想到她能访美呢 美代上位会长直言 蔡英文访问华府只有伤害 没有帮助 不过前美国国防部官员 包什可投书国会山庄报 呼吁美国国会 邀请蔡英文访问华府外 更要让她创造历史 在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 发表演说 包什可的呼吁不仅不是空穴来风 而且可能是在帮蔡政府测试 华府政坛的反应 而由赵一祥吴志贤率领的 驻美代表处政治组 在吴钊燮的遥控下 正在挑战一项不可能的任务 记者张国华 华盛顿报道 于把仇票 不用了